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公仔全人都认得 Snoopy 亦是屎乐皮 Snoopy本来是比高狗 是英国一种小猎犬 比高狗本身是三色的 好像三色雪糕那样 Tricolor 黑白啡色 有一粒粒啡色的纹 为何它只是黑白色呢 我便怀疑以前的报纸 以前丝绿皮漫画 花生漫画初出的时候 报纸是否有彩色 或者太贵 没有人用 黑白是比较方便的颜色 Snoopy Snoopy 大家都可能已经听过 Snoopy Smile 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一条纹 这个不是很明显 就是它画过公仔的线 由这只耳一直笑到这只耳 So he put on a Snoopy Smile 就是由左耳笑到右耳 今时今日有一个比较新的说法 也不是新的 但是没有那么伤品 A Dolphin Smile 有没有留意一下 Dolphin 是什么呢 记得海豚 Dolphin 不知道为什么 嘴型就由这里到这里 由这只耳去到这只耳 就会被人问你 What's between your ears 就像我们上一集说的brain 两耳之间是一个脑袋 姓Bell的人就不值得了 那些人经常问你 What's between your ears 就是说你两耳之间有什么 没有东西就是说你没有脑 没有脑 Bell 这个就是中 Bell是否像这里有一只耳 这里有一只耳 中间就当当当 如果中间没有东西 就大件事了 玩英文就是这样 举重瓦铃 英文叫Dumbbell 但是英文Dumb 一样是一个很蠢的解释 She's so dumb 即是蠢 Dumbbell本来就是雅铃 但是如果你是姓Bell 你大件事了 就常常被人玩你 说你是Mr.Dumbbell 记得吗 发明电话的人 就叫做贝尔Alexander 好像是Alexander Alexander Bell 但如果被人玩 就会说Alexander Dumbbell 说你中间没有东西的 There's nothing between your ears Bye Bye